大家好,我是Kopito Crypto 我们现在的这波上涨健康吗? 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话 请随后看下去 我们如果要定义一个健康的上涨 它应该出现什么特征的话 我们不妨就看一下我们在2019年的那一轮上涨 那一轮上涨呢,涨得非常的猛 那它出现的特征啊 如果也出现在了我们这一波上涨 那我相信对于DOTO来说绝对是一件好的事 我们可以先来统整一下 那首先呢,我们在这一波多头开始的初期啊 我们出现了一个箱体嘛 并且我们到了后期呢 它就开始极致的缩量 然后几乎没有产生任何波动 那么当我们在突破这个最底部的箱体的时候 我们爆出了巨量 而且我们K线上呢 也出现了这种实体很长的K线 那么爆量往上过后 我们走的真理形态 它就走成了一个旗形 那这个旗形啊 它是低点 在行情运行的过程当中呢 不断的抬高 我们可以定义一下 这三个低点不断抬高 那高点呢 也是不断的抬高 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啊 它是极其缩量的 那这就是非常好的情况啊 在调整的时候缩量 而且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呢 高低点都不断的抬高 非常强势 那调整完过后呢 那当然就继续冲刺了 那冲刺其实也蛮重要的 因为第二波冲刺啊 跟第一波冲刺 其实也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呢 量能不一样 第二波的冲刺 因为毕竟它是在第二波嘛 在第一波之后 所以它的量能啊 又开始增加了 比第一波要增加的多 那么如果我们再看到后面 第三波的拉长的话 我们可以发现 第三波的量能是更大的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我们在这三波上涨过程当中呢 我们的量能 多头的量能呢 是不断的体现的 那我们在整理的过程当中 OK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在这几次的整理过程 比如说这一段 OK 它的量能呢 就是衰减的 不过 价格还是在上涨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当前的行情 好了 我们当前的行情呢 我们就先拉回来 我们可以发现啊 我们在这波上涨开始之前呢 我们也出现了一个 量能 还有波幅 都非常小一个区间 那么出现了过后 我们就开始 把这个箱体做突破了 就有点像我们刚刚 说到的那个箱体突破 那突破过后呢 我们也是在突破的那一根 K线就放出了非常巨大的量能 在这里 对吧 那放出量能过后呢 我们就开始进入了调整的阶段 这个调整的阶段 其实跟我们刚刚也非常类似 它也是高低点 不断地在抬高 不过呢 它有个隐患啊 就是它的量能 并不是到很缩的 如果说这个量能 可以再缩一点的话 OK 比如说 它来到这种幅度 那么我会认为 这波上涨会更健康 我们可以来解读一下 我们后续的这个调整 它的量能有在缩减 当然没有像我们刚刚看的范例 那么的缩 不过呢 它的价格 却是不断地稳步上升的 我们可以发现在调整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 虽然说我们已经震荡了 蛮长的一段时间了 我们稍微测量 我们这段震荡呢 已经震荡的大概有两个礼拜了 这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之前 我们的震荡情形呢 其实有很多时候 都是在22,500 然后一直到23,000左右去震荡 但我们现在震荡震荡震荡 那价格它就往上拉升了 而且拉升的幅度并不小 那这可以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可以来通证一下 OK 要买的这一群人 他不断地越买越高 他不断地越买越高 那又卖的这群人呢 他不断发现 他把价格挂得很高 越挂越高 都还有人在买 那其实这个情形就蛮强势的 有越来越多的人 愿意以更高的价格 在整理的区间 去购买比特币 好 而且我们在这一波 虽然说我们缩量的情形 没有像我们刚刚复盘的这么明显 不过我们可以发现 我们整体量能的情形 OK 它还是往下走的趋势 那这种状况呢 在整理区间出现 是比较好的 好 那最后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这波上涨了 它还有第二波 甚至我们刚提到的第三波的话 要呈现什么样子 它才是健康的 我们就不妨复盘一下 我们在2021年 2020年 2021年 那一次的大级别的上涨 它所出现的表现吧 我们可以发现 我们在这波多头的出息 也就是这一段的时候 OK 这一段上涨的时候 我们的量能呢 也是OK 蛮平和的 蛮平和的 那后来 第二波 又拉涨的时候 OK 我们中间毕竟有 下跌 清理杠杆过 我们可以发现什么呢 它的量能 又在增加了 然后 我们第三波 上涨的时候呢 OK 量能也增加了 所以我们是 在前期 我们是架升 然后 量 也是跟着上升的 不过我们可以发现 我们在后续的几波涨幅 比如说 我们这一波 还有这一波 它跟我们前面 这段的涨幅呢 即使我们的价格 在上升 但是我们的量能 是却不断地下降的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当我们的行情 要在运行 往上的过程当中呢 如果说量能并没有配合 它是往下 在衰减的 那这波多头 也会变得不健康 体质也会变得不好 复盘完过后呢 我们再回看 我们现在的这一波行情 我们现在毕竟 还是在一个调整的过程当中 这个调整呢 OK 我认为它最接近于 其形的调整 我们可以仔细观察 我们第二波 往上拉涨的这一波 跟我们第一波比较 它的量能 有没有 相对来说 更上升 如果说有的话 那这一波上涨呢 到目前为止 就还是一波健康的上涨 好 非常感谢各位 非常欢迎各位 可以帮我的影片 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真的非常感谢各位 拜拜